终于来到算的题目了 ok 好 第一题呢 他的年收入是这么多 然后这个是包括了他的 allowance 然后他的 allowance 有这么多是可以扣税的 就是说不用给税的 所以他要减掉 所以他减掉的时候呢 Total Inner Income 其实是125300-123400 340 ok 其实他这Total Inner Income 是12960 然后同时呢 他捐钱给library 所以捐钱给library的这个2000块呢 是我的那个Tax Assumption ok 这个2000块 然后Tax Relief呢 总共22500 然后他的Chargeable Income的话呢 就直接减掉了 So 125300 减掉这个是他的Total Inner Income 再减掉他2000 减给那一个 然后再减掉他Tax Relief ok 然后就拿到88460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Chargeable的啦 然后过后呢 Example 2这一边 他的Chargeable Income 是这么多 So他的Chargeable Income 是这样多 然后他给了Zuck up 这么多 280 OK 然后Calculate the Income Tax to be paid 所以在这边他应该是把所有能扣的东西都扣掉了 好 然后这一个35000到5000这一个东西呢 这一个 这一个其实是在我们之前那个粉红色的表 那边有有0到5000 5000到20千 然后20千到35千 这个35千到50千的 所以他这个47531是在35千到50千这一边 一开始的35千是要给600 所以他这600是一定要给的 然后接下来的15千的部分 是每部分都是8% 所以他这个600是肯定要给的 然后他拿这个47531减掉35千 所以47531减掉35千的时候呢 其实是17531啦 就是说这个减这个 哎 不是 不是17 他应该是222 OK 他应该是12531 OK 12531的8% OK 然后他就会是102.48 就是47531减掉35千 OK 然后你拿到的是12531 然后你要给他8% 然后你就拿到1002.48 OK 然后呃 在这一边呢 所以他这两个加起来 是他要给的tax600加1000 所以是1600啦 然后可是他给的zacad 280 所以你的1600再减到280的话呢 是1322块4毛8了 OK 然后接着example 3这一边呢 他的annual income是52700 然后他捐300 to government 的那个慈善团体 这个是tax exemption来的 然后在这一边这个是tax relief 所以我把这一些全部加起来 是我的tax relief OK这个全部加起来是我的tax relief 然后呃 他在这一边他没有给zacad 所以呃 他有讲要你take into the account the tax relief so tax relief 首先两种啊 一种是zacad 一种是你少过35000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扣400 OK so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还有你的这个5270减掉300 我自己本身是直接在减9900 减5800减1700减400啦 OK 可是课本的这一边的写法是减300 再减挂弧那些加起来 其实也是减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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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这个吗 然后可是他挂弧加起来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些全部加起来是tax relief来的 OK 然后全部捡完了31900 31900少过5000 所以他可以扣400 OK 所以他的tax 他的tax relief可以扣400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看31900是在第三个category 2000到35000的这个category 所以他一开始的20,000要给150 所以150是肯定要给了的 然后过后呢他的这一个 31970减掉20,000 所以31970减掉20,000的话是 11970 乘以他的3% 拿到359块1 然后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 差不多500再减掉400 所以他要给的tax是109块1 OK 他的rebit呢 可以是有400的rebit 因为他的income少过35,000 OK 好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example 610 614 617 感谢观看